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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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戒指 报应报报 我们看第二页 所有的稿大概有了 我们尽可能看能不能在这十堂课 我们已经过了两堂 那十堂课能不能讲完 实际上这已经都是很容缩了 把一些我们未来出去以后 将要面临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 还有一些对教法的一些看法 我希望在这个戒会期间给大家一些看法 一些观念 那或者的话 有时候等一走偏差以后 要再纠正过来很不容易的 好我们第二页里面 我昨天也稍微提到苦极灭道的这个 整个是修行的 我们佛教解脱的一个大纲灵 那这个大纲灵 其实可以依不同的层次 而展现不同的内涵 所以如果以天台来看四圣地 乃至这个也是依经典来谈的 比如说他谈生灭四圣地 然后谈无生四地 还有无量四地和无作四地 所以本身在佛法里面的内涵 他可以做很深的推广 那这个推广 我在这里先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量小 我们看不到佛法的广大 那大圣佛法的丰富啊 不是一般人能测度的 我们有时候现在因为 现在各家思想逐渐地进入台湾 那的确我们现在大圣佛教 我为什么最后一章里面谈到大圣 因为你们讲完这个课以后 你们就受了菩萨戒 我们也送菩萨戒的时候也会提到 很多人可能很留意到 神文的四众戒 却换了菩萨的十众 大家在乎的是神文的四众 忘了菩萨的十众 错了 而这个人换了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换了 老实讲很多人换了 包括我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 稍微去学个什么惨法回来 就开始毁谤大圣 就开始毁谤大圣 连他自己的剃度师父都毁谤 让人觉得做人也不是这样 今天你得以出家还不是你师父替你的 你师父又没有换界 又不是又是一个很好 好好老实修行的人 你就算不信大圣 也不需要这样毁谤 信量小小看不到大圣 四圣地可以做无限的推广 你说哪有这种道理 我告诉你 这里面当然要谈的道理还很多 短时间没办法跟大家谈得很神奇 佛法 佛所说过的是佛法 我们里面也有谈到三法印 环虎和三法印的也是佛法 那我现在请问我现在谈三法印 到底是佛说还是我在说 我讲三法印当然是我说的 讲北京话 普通话当然是我说 可是三法印明明是佛说的 那你请问我现在讲三法印是我说的还是佛说的 当然是我说的 可是精神是佛说的 对不对 同样的 以对佛法的体会 做如实的观察 都是叫做佛说 大圣经典 所谈的广大 广大境界 只问合不合法 你不要认为你测度不到了就认为它是假的 像我们现在心量小 无法体会那种广大 华言世界的重重无性的思考 就认为说大圣讲的太抽象了不可能 是你愚痴 你连科学都还撑不过还想说解脱 现在的宇宙观 岂是你现在那种小小人类可以去想的 是不是 我们自己没有出去看看世面 不知道宇宙的宽广 现在的天文学越来越发达 发达到叶家证实大圣佛教所说的境界 你不觉得 所有的宗教最能把所有那种重重无尽宇宙的宽广讲的最详细的是什么 大圣佛教 声闻还没有 是不是 那种宽度 那种广度 至圣地 你也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声闻法 一个法的原则 透过延起的理则 不断的做更深细 更长延的观察的时候 你可以谈到很高的境界 是不是 所以随个人的境界 对自己的烦恼的观察 夜系 它可以将四寸的第一道理 提升到 很究竟的这种层次来谈的 所以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 其实四圣地 我们经常讲说 大圣是讲六度 圆节圣是讲十二圆起 圣文圣讲四圣地 有 经典也说 那是方便 大圣的法 不离四圣地 大圣的法 不离圆起 大圣的法 不离六度 不要把它切割起来 法不是这样切割 割得很清楚 那讲这个四圣地的道理 我们再重新提醒一下 为什么要提这个四圣地 你看 这么一个佛教的主要的主轴思想是什么 我们现在简单 我们能想到了 三法印 四圣地 十二圆起 对不对 那是六度 这里面的每一个所点出来的 不管是生文圣 圆节圣 菩萨圣所修的法 里面都是什么 极为物实 极为物实 烦恼在哪里 承担起烦恼 关破烦恼 寻求解脱 这是一个理则 这个理则 如果你能掌握住的话 我相信你这条修行路 你会之所取舍 这条路 什么样才是你应该走的路 光这个认知确定以后 其实你很多方向就不会迷失 即使你碰到邪知识 二知识 你碰到不恰当的道场 你也会自我还行 说奇怪 在这么一个长眼的修学过程当中 我的煩恼 为什么始终不曾面对过它 我为什么煩恼一直在自圣着 我修这个法门 好像跟我的煩恼没有什么关系 我幻想一个理想的境界 一个法门 可是始终没有直接的 就是观照我自己的煩恼 好 假如这个法门的确是 真正能面对你的煩恼 可是你为什么希望 我不上 那第一个 你所修法门 你有所缺憾 你不是真正的了解它 比如我们现在讲 有很多人是持咒的 对不对 怎么持 怎么持 持咒跟对峙你的煩恼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可是你晓不晓得 你不晓得就好像我们讲的磨砖沉浸 即使有累积的一些人天福报 想要上道都很难 我一直在强调 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务实的一个追求 泄脱的人 是一个真的要走菩提道的人 那你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我如果一旦法门修到一段时间里 没有进展 我不是要你换题目 我是要你还行检讨 我们很多人不会还行检讨 这条路就这样混完了 混得还能留三三道还不错 很多人是往下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所吃的和你所付出的不成比例 当然是往下去 那假如我们现在假设 你现在假如念火好了 念火大家现在流行法门最殊胜 最普遍 你念火法门念到几年下来 你发现不得力 这时候你马上要 如果依照我们现在讲的 依苦及灭道的道理来思考 我所修道法 所要对质的苦果跟苦因是什么 这个道法是如此吗 得的灭是什么 这个法门果真如此 它是基于什么因缘来能灭我的烦恼 如果你是始终保持这种 还醒能力 这种还醒的机制 你会自己勇于去问法的 你不会停在那里 整天在拿个念诅 有的我要看念诅在那甩的 其实可不可以 念诅有念诅的方法 你即使一下无法达到那个境界 可是你也知道 原来词咒在同样一个念头起初 它结了哪些因缘 光一个词咒 光一个词咒在这么一个 以咒语为静 以信念为所缘 援助它的时候 你要解哪些因缘 这个咒语是什么样的咒语 背景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大悲咒好了 大悲咒的咒体是什么 是大悲心 是无揽着心 无高下心 如果我们纯粹把咒语当作 只是音声咔咔咔咔咔咔的话 那你有机会看到阿寒经 你恐怕会退失持咒的信心 因为阿寒经很明显讲 持咒无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看到阿寒经 不持咒了 那持咒有没有用 有用 所以你自己要是对教理不懂的 人家这样讲 你就走这边 这样讲你就走那边 那两个教法碰在一块 你就矛盾了 即使你现在还坚持 比如说你现在假设有机会 你是一生一开始出家修行 就是持大悲咒 有机会刚好碰到一个是 修阿寒经的 哎呀莫法师 换题目了啦 你那个不行啦 你怎么不行 这个祖师大德很多人 持大悲咒 持大悲水都会滚起来 哪也不行 那跟外道相通 你看 我拿经典给你看 阿寒经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你要不要听 请问你要不要听 佛陀说 持咒没用啊 如果你真的相信没用 你颠倒 那你不听他的 那你也颠倒 为什么 佛陀说的 那你怎么办 听也不是 不听也不是 好 勉勉强讲 还是有用 还是有用 我不拟你 你那业障重回去 可是老实讲 你已经中毒了 你信不信 以我们这么脆弱的心 结果我跟你讲 没用 你回去就中毒了 你那个力道和你演出 中的时候已经不一样 因为你那个浅乎维系的一根 已经进了 信不信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金刚经你们都送过 对不对 以音声求我 以色相见我 世人皆行写法 对不对 那请问你们在座 大部分都念活的 怎么办 打起来 故意把一边不看不看 金刚经不要看 送过就算了 不然 不然怎么办 行写法 以音声求我 以色相借我 好呢 我不以音声求 不以色相 那你念什么活 好吧 那嘴嘴嘴 那请问 如果你真的是修净土法门的人 你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两个都是活说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些问题都很简单 笔持奏 非持持奏 笔直向 非笔直向 不一样 其实你不要马上跳进去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掉入阿含经所说的持奏的那种过失 那你必须要了解活叫持奏的心态 和那种迷信奏语和我们以奏为方便所言 不一样 执着奏有实质性 依奏能解决一切问题 认为奏实有自信的话 那这个果然就掉入那个 这不但违反阿含经 违反一切教理 可是如果你了解所谓的大悲咒 是借音声显向 音声则因言和合而生 以音声之相 以我心跟他相应 以大悲无拙的一切心 感应道交的 比如说我们也讲 像我现在 我无自信 你们也无自信 可是我们就在讲课 大悲咒无自信 可是大悲咒就有没有用 我还回咒语的本来面目 不执着咒的表象 这时候持咒 哪也不可以 我不执着音声 不执着色相 我以音声色相 为方便所言 升起我清静心 如何不可 转一下 念佛就觉得说 我不但辞民 而且能一般若 两边皆捞 当然现在一下子讲 不容易讲清楚 可是你如果弄清楚的话 坦荡荡的 更增加你的信心 以前 以前说 以音声求我 以色相见我 世人皆行 先法 其实如果你懂得佛法的话 就说 不以音声求我 不以色相见我 也不离音声求我 不离色相见我 为什么 若离音声 或是舍音声 直音声 两边过 对不对 星经讲的嘛 色即是空 空也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既不弱色边 也不舍色边 只是值不值啊 若不值的话 念佛 持音声 以刹那音源 变化的音声相 达到 离二边过 可以啊 这个只要 我是先跟你们一个大原则而已 也就是说 其实诸佛法门是相同的 那你在外向上产生冲突 你不能晃着不管 如果你确信这么一个 卸托的一个原则的话 你应该懂得追寻 我只要告诉你 起疑惑 应该追问 就这样而已 我今天讲这句话的用意 不要就这样 把疑惑放着 让你的遗根 一直始终让你无法入道 如果你站着这么一个很务实的 心情来修学佛法 你碰到问题 你一定会心不安的 你不要晃着不管 一个修道心很坚定的人 他一定会不安 马上会寻求善知识解决 你要是懈怠你就这样晃 一辈子就过了 你想要得往生 我告诉你 也许有可能机会不大 你倒会去蹦一声 连祝念都来不及 对不对 不要以为人家会帮你祝念 我经常在讲这种 祝念往生 我就讲说 如果你有办法跟我保证 祝念往生 我就死在你面前 对不对 如果祝念可以保证往生的话 我就死在你面前 为什么 我自己修不能往生 你又能帮忙 我就死在你面前 不然要是我没早点死 你先死 那你没办法帮我祝念 那不是很可惜吗 要是以我们追求真理的那种气魄的话 你如果敢跟我保证说 你能祝念往生的话 我就死在你面前 是不是 免得让你先死 功夫好的一般都早点死 所以我们趁你还没死 就死在你面前 所以很多人超度很行 老实讲 一切法从不定看 超度有没有效 要诸因言和和 不要讲大话 这个法门多殊胜多殊胜 还说这种 殊胜也要看人修 随便讲这种话 都是违反佛法的 必然超度往生什么净土 你跟我保证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 如果跟我保证 我就死在你面前 我讲这些话都是有用意的 也就是未来 您的修学佛法 保持应有的理性 不但你要保持应有的理性 不要你修到最后 净讲一些迷信的话 我们很多修出家人讲话很迷信的 我们没办法 没时间一一辩驳 净讲一些很神奇的感应 一些很神奇的迷信 老实讲 有些感应 心里知道就好 不要随便讲 为什么 这个感应只适合这一时 这个感应不适合其他时 若你多说 会换过失 一个人在修行上有所境界 不要说 说了会换过失的 说了会破自己的法 为什么 有所说 心就不稳 心不稳 法就退失 这个大家留意 很多境界 很多人出学者 动不动就 展露头角 你会坏了你的道业 好 再我们看第三个 佛法的究极指规 佛法的用意 我们讲法 应该就偏向道地的 对不对 道地就是要面对我们的苦极 以达到我们目的 我们他的用意 就是面对苦极 然后得到灭 对不对 好 佛法因此生起了种种的法门 那我这里面特别要讲的 第一个 要知道佛法的终极用意 只是在哪里 让你污入实相 得到解脱 注意这一点 你不要迷信 你不要迷信法 像我们现在经常一直在 苦夸说 这个法门很殊胜 那么法门很殊胜 然后以这个法门 要压抑另外一个法门 不是这样的 不能用这样的心情来看事情 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因缘而生 知道吧 任何一个法门不过是回照而已 你的污浊洗完 连回照都要洗掉 你不要把回照留着 一切法无自信 这个法无自信是韩世出世间法 那我的意思 这里面我要开眼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我们今天选择任何一个法门 必须要忠实尊重它 可是适当的尊重 是来建立在哪里 在于你了解这个法门的真实 有些人凭着感性 这个法门很殊胜 老实讲 他有没有资格赞叹 他没资格赞叹 因为他不了解 所以我以前经常演讲 讲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早上不是都有 天上天下无如火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见 一切无有如火者 请问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打忘语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见 你见过 你见过吗 你没有 你凭什么这样的计划 那么每天赞叹佛头的同时 就每天打忘语 所以我一直强调 要赞叹佛头 要赞叹法门 不是普通人能赞叹的 你看到 你不觉得我们知道 天上天下无如火 十方世界亦无比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内心扎不扎实 不扎实 因为你这句话是跟人家讲的 所以我说 如果客颂 客颂的文走到这里 你要行赞誕佛的功德 你这个功德很弱 为什么 你起不了真实心 这句话 你不会活用 因为这句话 你又讲得很熏稀 你今天因为讲得很实在 很真实的感动 那一份真实的心 要赞叹佛头 是因为你确实这么样认为 那你这句话 你是不敢活定 可是你老实讲 你也没有实质肯定 你不曾经验过 所以我就经常讲说 今天为什么我们敢讲这句话 你必须要观想 世间任何一切法 虽我未辨见一切法 我也知道一切法 皆是因缘所生 一概虚妄 既是希望 怎么可能如火 怎么会胜过火 我们是从法理上 能接受这一句 天上天下无如火 为什么 天上天下一切都是因缘造作 虚伪无主 十方世界一伏比 凡世界所生 皆是夜言所感 世间所有我境界 虽见一样类比其他 等同皆见 一切无有如火者 如果你在道理上 懂这句话 你就称赞了下来 你称赞了下来 你就具足那份 赞叹活动的功德 如名识相呼 因为你的心 切实这样想 所赞叹出来也相应 不是吗 或者你们天天早上打妄语 我们在赞叹弥陀净土 请问你如何赞叹 恰当的赞叹 会还归法门的本来面目 既然能还归本来面目 那你会产生什么现象 我告诉你 只要你真正的尊重佛法 如实了解佛法 你对佛陀所说每一个教法 都欢喜尊重 绝对不会轻易毁谤任何一个法门 你怎么念地藏菩萨 哎呀 现在末法众生 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念地藏菩萨 佛陀在地藏经也明明讲说 末法众生 佛陀把末法众生 互托给地藏菩萨 碰面碰到一个末法众生 又要毁谤地藏法门 念观念世音菩萨他反对 念修其他法门他反对 凭什么反对 凭你的情见 你有多少资格反对佛陀所说的法门 像我们现在 包括戒力的观念也很多 对不对 大家现在的人是因为反正是民主时代 反正英国摆一边 那英国是以后的事不管 现在敢说就说 是不是 那个当初制定这个戒力是因为某种因缘 佛陀是因为考虑到 什么样的关系 你把佛陀当得那么庸俗 佛陀所见就是当初印度的那个当时的一个因缘而已吗 他会以当时的藕花的因缘 暂时的因缘制定一个长久的戒力出来吗 我们也都太聪明太有智慧了 许佛没几天就爬到佛的头顶上去 现在人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现在开始在修令佛门 没多久开始就毁谤大圣 这个法门不行 那个法门不行 你去看看净土经典 你还没往生啊 你已经节恶业了 不能往生的有几种 在几个净土经典里面强调什么 五逆再过来 磅正法 这两个不能往生 有的是有开可以往生 可是有些是谈两个条件 磅正法换五逆不行 不过记得 磅正法尤其重 破剑则比破切还严重 破支剑的比破切的还严重 那我现在讲这句话就是 因为佛法应对众生 他必须以众生的差别因缘 生起一个因缘和合的法相出来 这个法相本身是因缘而生的 怎么去切割它 没办法 只能以多分相为主而已 所以我会讲说 法跟法之间有相互之用之用 相互协助的 我今天持戒 我必须靠定会 我修定必须要戒会 我修净土法门 不妨我也多布施 为什么 因为布施本身是去贪 去贪有什么意义 眼离对世间染路 那就会配合到什么 咽下心上的作用 在很多净土经典里面 也叫我们如何去观察 娑婆世界 他也讲了很多 娑婆世界的染污像 为什么 要你不染着 那我们修其他的法门的时候 会产生这样 叫胡德之良记住 很多法门是相互之用 所以了解的以后 第一个会知道说 依我现前一年 我尊重我所该修的法门 我不轻易换题目 可是我也绝不会轻易的 去否定任何一个法门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法门未来 可能就是你要用的 所以我现在很多人 念佛念一念 老实讲 我只是举例 我不是认为说 大家一定要念佛 我 基本上我尊重所有的法法 我是举有些人的例子 这种人 你要讲世间人 连品格都还不够 怎么讲 以前念佛不受用 现在转修禅 转修了禅就毁棒念佛 世间人都不会这样做 都不会做 那你知道 你毁棒佛法 毁棒念佛 以后啊 假如你哪天 念佛念不成 转回头 修禅修不成 转回头念佛 你知道障碍是在谁身上 你以前所毁棒的 必然在你心中起作用 会起作用 你破人持戒 你在持戒上会生障碍 你破人修定 在修定上会产生障碍 你破人修哪种法门 在你内心里面会起障碍 所以有些人你要知道 当我们在修某些法门 会起一些障碍 有时候不是你的方法掌握不住 也不是什么 是你过去可能有造业 那有的业重会障碍很久 有的业前 只要你发阴切的信号 忏悔就跳过去 所以难免我们 像比如说我们来念佛 有时候拿念佛来开玩笑的 你小心啊 那个都会结罪的 那一份轻慢心 就会让你跟法不切入 所以你必须要再凹一下 所以我们一般修行法门 很多都会有多少一些障碍 其实这牵扯到过去你所结的罪 那有的罪比较轻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有机会 这样听闻佛法 罪都有这种因缘 有这种互报啊 只要你勉强熬过 很多烦恼 那种起乎不安啊 会跳过 可是你要说你很顺利 我想不容易 老实讲不容易 我们难免有轻慢的罪 有啊 都有 那个都会造成一个感应 你不知道而已 会有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法门跟法门之间 围存着一种恭敬 不要轻易的毁谤 那你选择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应该好好掌握它 而它的目的在哪里 在启发你的真实智慧 可以造建这个真实像 所以解脱 目必站在这里 所以说佛法会开眼很多 开眼多少 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是用形容词 是无量无边的意思 好 第二项 教说虽有高低大小 皆是方便时色 必设归入一十项 也就是说 我们 这个时候又要讲 法门有没有高低 有没有高低 有没有 等破完了以后 大家以后就不敢随便讲话了 法门有高低 食指无高低 作用外向有高低 你小学都有小学高 中学的差别和佛法怎么会没高低 有啊 对吧 那你们 请问你们前面刚开始授的是什么 接 撒咪啊 撒咪完了才比丘 那如果没高低的话 那我们就先比丘 那再来写撒咪好了 为什么这样分 有高低 那高低是什么 高低是就因缘缘起而说 众生有这样的问题 法就伸出高低 高低出在哪里 高低出在众生身上 众生若没高低 法门没高低 所以 万一切法门高低是因众生而生 所以说法门有没有大小胜 有 现在很多活弟子都不敢讲了 因为现在 其实无大小胜 因为怕得罪人 人家现在很强势 那么自己学一学到越来越没气魄了 没大小胜 其实法门都一样 我说你这什么都没大小胜 有啊 怎么没大小胜 你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你以为活头不会啊 他见到比较差的人就讲比较简单的 比较高的就讲比较高的 是不是 我们不要讲逛经年打开来 有没有简单和深的 有啊 是不是 有很浅显的 又很深的 或者怎么讲五圣法 可是 诸法实相 所要回归的那个实相点 是不是一样 一样 所以啊 就实相边来谈 没大小之分 就实相 依实相 所演出的 方便失色 应众生 种种 基所说的方便法 一定有大小之分 若没大小之分 那活头已经失去什么 善巧 对 对 你看 要善要巧啊 所以法门一定会有大小 可是这个大小一切都是什么 一种实色 所以我们要讲说 哪个法门最实胜 这样讲一讲 你们也会不会乱了 又要高低 又要 那你说 现在所有的法门哪一个最实胜 气里气急的 对你来讲最殊胜 谁最殊胜 难道你挑了一个殊胜的法门 对你就有用啊 是吧 干病的人听说不能吃人参 我不知道 不要就这样听 我因为这个外行 你们真的怪我 我对药不懂 好 听说 因为我自己干不好 人家叫我不要吃 我就这样 都不知道 所以人家给我 就给人 人参好药啊 可是没福报吃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要抢 一定要是最殊胜的 你殊胜也不顾不到你修啊 所以我经常举以前 我听到的就是我 我以前那个道场施工 东出老和尚的一个例子啊 就一个居士就去找 东出老和尚讲说 我要去修那个 最殊胜的法门 听说你这些禅宗 有那顿操的那种法门 然后 因为听说我们东出老和尚 他向来对出家人很严厉 对再家人非常好 那自从这个居士说他要修顿操法门 他说好那你就进来 从一进来那一天开始就乱骂了 睡觉只要稍微翻身就被骂 念火被骂 打坐被骂 读经被骂 没有一样不被骂 没几天那个居士就讲说 我看我还是先回去 他说 我有顿操法门 可是你没有顿操根基 法门怎么去定 你说谁高低 所以法门在外向上有高低 可是在真实离体上来讲的话 它是什么 应激说法 就我们个人来讲 就外向一切法向来讲 显然有高低 就你个人来讲 老实讲 气底气之一则最高 最适合你 所以一个人修学佛法 他要有极大的耐心 所以我一直鼓励人就是说 精进的找寻适合你的法门 可是不潮率的决定 那怎么精进找 应该多了解一点 我们现在你看 其实法门很殊胜很广的 我们能挑的就几样 为什么自己不用工 有机会你去看 藏金就买了 你们现在有钱的五六万就买一套了 这里面很多宝贝都在里面 你去看 你说我看不懂 看得懂的 看久就是你的 你多问 多跟人家学 有时候善知识在你旁边 晃着不管 等于又想学的时候 善知识就不见了 多看了以后 你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那保持这种宽阔开阔的这种心胸 其实你会发觉 很多东西都在等着你去拿 不管怎么样 这个法门所总归的地方 一切一切的法门所施舍的 即使是极为简易的东西 它的根本用心一定是会归事项 你即使在谈净土法门 谈到只要称念名号 可是你要看这个净土法门所谈的 经典的背后所谈的 一定是跟佛法的基本教理是结合在一块 或者的话 这个佛法 这个法门会冲突 会矛盾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经红法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应激 强调这个法门 为什么讲多他会动摇他的信心 像我们一般来讲 对信心人来讲 你跟他要求 哎呀这个自作自受 应该怎么样修 这个三宝不会加持你 都完全靠你自己 你一讲完他下次不再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 大部分做法会得多 讲经红法 如果你讲得很真实的 那刚好 大概一个月大概就少掉一半了 所以你的经不要讲太长 或者你会受到打击的 讲到一个月后 难道我讲不好吗 怎么人一只一只少 讲两个月快差不多了 讲第三个月 因为我有事情 所以只好结束 其实不是你有事情 因为是人家不来 那为什么 老实讲 听证法的人本来就少 一个人要能听闻证法 他必有相当的承担力 一般懦弱众生 需要的是什么 能依靠的 能被加倍扶持的 所以讲这种法门 叫做 讲说修行在你个人 夜报在你个人 你讲 你继续要求 要求完就跑光了 又就是那些读书人 就比较会听 其他的 你看那个欧巴桑 你就跟他讲了 你不要找我 你自己修 怎么样 你都有一些责任你自己担 他讲完他就跑掉了 你说法会好殊胜 你看刚才还有放光 你看一放消息出去 就好几辆游染车来了 如果我们不甘寂寞就做这种事 那你以后呢 对 钱很多 很多就淹死你 最近也有很多电视台 说要找我去 那我第一个我不想随便讲 那第一个我也不够格 我不想随便讲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讲了我就死 讲了就会有染污因缘过来 所以一教经有讲 人在自己的道力未闻之前 不要轻易出头 祖师大德也都一直在讲 老像秘尼就淹没了 你一出名你不要以为是好事 名 利 勤都会来 所以有些很笨就上去 我这个人啊 胸无大致也怕避免灾难 所以很多地方都拒绝掉 或者讲谁不会讲啊 上去讲要轰动也快啊 对不对 只要你不要脸就很快轰动啊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讲说 所有轰动的都是不要脸的 有些法师很不错 像我们二师傅我鼓励他多上去 那有些我是 静鬼神而言之 讲那种话 所以你看媒体好不好有什么用啊 会正用才有用 为物用的话这个消息 你看影响多大 受都收不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啊 有时候我们量力而为 不行我觉得 我们还是慢慢在这里面好好教 等阴眼成熟 自己不为这一切 能多少掌握几分的时候 我们上来也不是推脱责任的人啊 可是一路上来 我们现在也是强调 稳扎稳达 我觉得近代活教的英雄 我最勤佩的就是太虚大师 定型的菩萨风格的人 很难找到第二位像他这样具足菩萨风格的人 他到最后也经过检讨 他也发觉他有些步伐不一定恰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修行人的格调 那我也很想学他 可是我比较保守一点 我一定是能做几分先做几分 强调的是团体战 绝对不个人当英雄 那很快会当劣势 73劣势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当劣势的 两三下就傲子出几了 像我们这种贪生怕死的 反而能为佛教做长久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贪生怕死 一路上也慢慢磨练出一些看法 我觉得佛教有些东西也不是靠感情 是靠智慧 观察阴言 以不退的耐心跟他磨 那对世间的起伏变化 学会抗开一点 或者的话 注定成为悲剧性人物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不是我那么大便爱惜自己 为了法为了教 你必须要珍惜自己 有时候该退则退 该进则进 这个拿捏要自己 要用智慧去观察的 好 再过来第三 化化隆通 却有契机之差异 故需善分别法门之生起因缘 所生功德 所应及一项 我前面把法门的这间差别打掉 可是以后我们不能老是讲说 哎呀都一样都一样 我又怕这样 为什么 理上全通 可是基上有别 所以事实因以戒为基 就以戒为基 你不要狂妄地想要一下修订 懂吗 为什么 不是法门相通吗 法门理上相通 以你基不合 为什么 你不通 是你有所障碍 所以有些人讲说 哎呀只要放下就好 只要有人跟我讲放下 真的啊 那你最近有没有钱借我 等借到时候 我就叫他放下 最好借多一点 看你要不要放 哎哎你怎么没缓 放下 你还讲什么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包括在大众里面规矩啊 何必执着这些小规矩啊 大家都是这样 那个叫放下 放下 放下你不会在这里 放下你已经往生去了 放下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不了解自己的烦恼 一切虽是缘其 幻化 对你来讲是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过 既有甚 所以说 因你的言 既有看不破的烦恼 我就以刹那 以仿佛有自信的法门 破斥你 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你说 哎呀法门 虽无自信 一切法门随眼而修 对某些人 你就逼他说 这一时期又没有相当感应 不得修下一步 就好像荒等三 荒等三妹一样啊 未取得像之前 不能修荒等三妹 那你说 哎呀哪有那么执着的 不是他执着 是女医师 是不是 所以我要讲说 法门不能持取法门高低 就近处来讲 不能持取法门高低 可是就现象应语世俗的众生根基差别 因此你要尊重每一个法门的差别项 你要尊重 这个法门虽然 在道理上可以相通 可是他有他的特殊性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 把念佛跟那个阿纳波纳合起来修的 可不可以修 可以不可以 你要合得很好 合不好的话两边空 怎么修 要么就观呼吸像 要么就观念佛身像 总是你必须对所缘专注嘛 你现在两缘呢 你有那种能力能观两个缘吗 你要把对呼吸像的所缘像轻护掉 要么对念佛的阴身像轻护掉 你请问你要哪一个 你有那种能力吗 所以我告诉你 你是借呼吸帮助修念佛法门 却不是说用阿纳波纳修念佛法门 弄清楚 呼吸帮助你 可是那个不叫做阿纳波纳 懂了吧 你配合着呼吸 那是善巧 就好像我们拿念主一样 可是你这样配合呼吸 并不表示你在修阿纳波纳 只要你弄清楚就不会了 你不要自己狂妄我再修两个法门合在一块 你干脆全部夹在一块 用果菜汁搅一搅嘛 对不对 那不是更好 有人更妙的 我发觉 有人现在很多天才的 我们人不怪不会出家的 十个出家九个怪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至少十分之九是很怪的人 我们大概都不正常才会来的 不过不用担心 本来没有一个正常的 世界哪有标准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大方向是正常就好了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 在修学佛法很迷信 七月十五不能帮人家助念 都有这种话 那我加持益仗会转移过来 我说益仗怎么转 我告诉你会不会转 益仗会不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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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仗会转 益仗会转 那你所想的摸一下就会转的话 那要是我这个得癌症 你们钱给我 不然我就要摸你 突然他转过去 那得重病的人 这下可转得很好 我得重病 你敢过来我就抓你 为了不让我抓你 钱给我 因为越战可以转移 其实越战为什么会转移 是因为你以他静 你依他的静 起染灼心 才升心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静 这个你越战的 你以慈悲心相应 你以这个静生清净心 不但不会转过来 而你的清净念力 可以帮助他 所以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随便讲 转来转去 哪有那么转来转去的 那我们现在转 然后干脆这样 我们这样绕一千 每个人摸个头 绕下 那一下子摸完以后 大家的业障平均 刚好 对不对 我们如果这六七十个 大家每个人头 你摸我 下一个摸另外一个 然后再绕一千回来 刚好加起来 除以六十 每个人的业障从此一样 成活同一天 我们很多道理根本不清楚 是 所以这个法门的 本身的一个学习 你要清楚 一个法门的圣体 有一个法门的一个内涵在 到底在哪里 掌握到了你就不会迷失在这里 好 那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合掌 愿以持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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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国等于众生 国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那边 安生大选 以允许 人贸 愿以允许 安全 太太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